公務人員違法私職 需經懲戒法院的審理後 才可以剝奪他的退休金 那軍人有違紀行為 按照這個修正草案 請問是誰來剝奪他 公正度 嚴謹度 跟受懲軍人懲罰 權益保障救濟上面 我覺得 你覺得可以跟懲戒法院 達到相同的標準嗎 當然懲戒法院他們 這就是我剛剛強調一點 我真的拜託國防部 省慎嚴謹 主席有請部長 邱部長請 行政院版的陸海空軍懲罰法修正草案 對於軍官士官士兵的懲罰 除原有的撤職降階降級記過 罰薪申戒減數之外 新增了剝奪退除給予 在全責長官核定懲罰後 國防部可以剝奪 退伍金 退休奉 散養金 退除給予生活補助費 優惠存款利息等 請問部長 新增這個剝奪 退除給予的懲罰原因為何 就剛才法律書上有概略跟委員報告 就是因為發覺他如果這個人要受到處分 就要罰款 但他下個月就退了 或者退了以後才發覺有這個案子出來要往前追 而要追的話就沒有著落 所以我們把它加進去以後可以追溯 如果他以往在軍中所犯的案件 可以一直 哪怕退了 我們一樣可以有辦法把它該追懷 該要付的行者一樣要他來付 所以等於是在所謂的退伍之前 如果有案件 對不對 然後等於是一個法規的補漏的意思 對不對 他行為如果已經退了 那除此之外有別的原因嗎 其他有什麼考慮的嗎 沒有 跟委員報告 我們大概就參考公務員的制定的一個規定 然後其他沒有特殊的原因 因為退伍以後他也無職可測 無心可罰 然後就是那些計過等等 對他來講的話 已經沒有任何的一個懲罰的一個效果 所以說我們也參考公務員相關的規定 我們這次有增定的這個規範 好 對於剝奪軍人的退出給予 原本在陸海空軍軍官四官服役條例當中 他就有規定 現役軍事官犯內亂外患或貪污罪 判處有期徒刑之行確定 而未宣告緩刑或因案判處死刑 無期徒刑確定者 以及一陸海空軍懲罰法規定 受撤職處分不發退出給予 那現在2016年我有看到11月 民進黨有修正陸海空軍軍官四官服役條例 加入現役退役人 軍人如洩漏機密觸犯國家安全法 國家機密保護法等罪 將是刑責輕重 剝奪其權術部分退修奉 也就是說原來軍人依照陸海空軍懲罰法 遭撤職或犯有洩漏機密 出安國安等刑則可以剝奪退除給予 那這次的修法是不是擴大了 剝奪退除給予的適用範圍 法律司長跟你做說明 我跟委員報告原來規範服役條例規範的那些 大概都是刑事責任附帶的後面的那個退出 就是可能我記得是判刑確定之後 什麼樣的刑度可能是剝奪他50% 20%等等 原來是在服役條例裡面那樣規範 那這次我們在修正的時候 我就要跟委員報告 我們有參考公務員的相關的規範 我們對於已經退的人 然後發覺他在服役期間 一定是在服役期間 現役軍人身分的時候 他所犯的過犯責任的行政責任 可能會沒有辦法去做一個相關的 所以主要還是針對服役期間 一定是服役期間 服役之後的那個行為規範 退伍以後不能懲罰 我要跟這個國防部提醒一下 軍人的尊嚴我們國防部要捍衛 實際上軍人為我們國家犧牲奉獻很大 你動輒如果說要擴大今天懲罰的範圍 連退休金都要納入就非常審慎 這點我不知道部長同不同意 我一定同意 因為我自己也是軍人一份子 幫我們支持 那我要問按此次修正的第五條 第六條規定 包括違背或逾越法令執行勤務 違反長官命令或服務機關規範 代於監督所屬人員執行勤務或服務機關管理規範 其他於執行勤務實之不當行為 故意觸犯刑事法律 無故適用之或持有毒品 迷幻藥麻醉藥品 酒駕拒絕酒冊性騷擾性霸凌 違反人證倫理行政或行政中立規範 為依法兼職或經營商業 這些違紀行為都可以做重大懲處 我想請問這重大懲處是包含二十萬元以上財產懲罰嗎 上述的違紀行為是不是都有可能遭到剝奪退除給予 有沒有可能 報告委員隊他確實二十萬以上的這些相關的懲罰 是屬於重大懲罰 對那會擴言到剝奪退除給予嗎 我跟委員報告 第五條第六條的規範 第五條他就是勤務上的行為 你在扶勤的時候的行為 第六條原則上就是休假 已經到營外去了 我講的是會不會到剝奪退除給予 應該會 但是如果說在營外的行為 除非是列舉的那些事項不然的話 我現在要講的是什麼 跟陸海空軍刑法不同 陸海空軍懲罰法 叫偏行政處罰 我認為在行政懲署上 對於剝奪退休金 這麼嚴厲的懲罰要謹慎 非常謹慎 公務人員違法施職 需經懲戒法院的審理後 才可以剝奪他的退休金 那軍人有違紀行為 按照這個修正草案 請問是誰來剝奪他 報告委員 我們將來會畫一個 權責的一個區分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 你是權責長官指派人員 調查後核定懲署嗎 對 對於重大懲署 要召開專案評議會 懲罰諮詢會 我必須說 在公正度嚴謹度 跟受懲軍人懲罰 權益保障救濟上面 我覺得 你覺得可以跟懲戒法院 達到相同的標準嗎 當然懲戒法院 他們 這就是我剛剛強調一點 我真的拜託國防部 這個部分要非常省慎嚴謹 不能變成是行政的濫權 跟質疑 請國防部省慎 以上 好 謝謝羅志祥委員 強行動力的密碼 35歲就是個關鍵 你想要軟Q軟Q的 就要搞懂你的身體宇宙 雖然我常常寫錯字 所以我就要錯別字 但挑選保健品 倒是沒有錯過喔 一天兩包4D具有專利 膠原蛋白增強行動力 跟我一起上山下海跑新聞 實際研 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購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的原料進口 專利BCP生物活性 平均分子量3000道爾噸 小分子好吸收 重要的是重金屬 需要檢驗SGS檢測 全都過關 品質把關 有保障 成分單純 0000加 吃了超安心 無論你是飲法族 還是運動健身族群 都十分推薦 因為這不是要 保養習慣從現在開始 90天的青春有感計畫 打造行動有感每一天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喔 ählt好ico дополн一份 是 油 cutting 是